又到南蟹上市 我今天選擇了大隻的來清蒸很多蟹糕 其他一部份我煮了蟹粥 希望大家現在拿時間去買點來吃 這個粥煲到現在這樣 米已經全開了 我們就開始錄進去 這隻有點像潮州粥 煮到米開就可以了 我現在不是煮到像生滾粥那隻 看不到米粒的 我不是 我現在這隻是有米粒的 放這麼多薑下去 放些蟹下去 很多蟹糕 我放幾隻蟹下去 海鮮粥 放些蟹下去 放幾隻 很甜 放些薑 再增加甜味 我再放些肉絲下去 有些大蝦 你看看 整鍋都是海鮮 我又想增加它再甜一點 有什麼辦法呢 我又可以放些肉絲下去 增加它有些肉的香味 甜味 不需要放多的 放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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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煮粥真的不能彈 放少許胡椒粉 你看看 這些蟹全部都是蟹膏 你看看 蟹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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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煮沸 煮熟 就可以了 看這些粥 是不是很美 放些芹菜 凹凸 放少許 這鍋好 OK了 好了,筆碗粥了 你看這些全部是瘦肉,大蝦 這隻藍蟹很多時是十月尾,十一月頭 一直賣到年尾,十二月都有 它是來自於墨西哥海灣 那邊應該的天氣比我們這邊 北太平洋這一邊是和暖很多 這些蟹跟我們小時候吃的頂角蟹很不同 它主要是吃它的蟹蟹,蟹蟹多到爆出來 在開始這段影片之前,我都有給大家看 那些蟹蟹真的很多人害怕,淡淡都是膽固醇 現在我選了幾隻,是比較小的 我就用來錄粥,用煮潮州粥的方法錄蟹下去 很鮮甜,夠不夠吃一餐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那些蟹膏呢,有時候都可以蒸熟了之後 就拿些蟹膏拿出來,可以做蟹粉 就是蟹粥,小籠包,或者做羹都可以 你可以急凍下去 我今天配這個蟹粥,就是錄了一些手工的餃子 可以開一碗醋汁出來 又可以點蟹,又可以點餃子來吃 這個味道就很好吃 這個早餐都很豐富 久不久吃一些這麼重的早餐都可以的 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一起吃飯